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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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明田一家人 忙著在流水線上 清洗紅蘿蔔 分類 準備出貨 務農太辛苦 產量太大 價格反而不好 跟他同一輩的人 退休以後 下一代接手 一半以上都賺好 那 怎麼搞得那麼糟糕 沒辦法 留得那麼糟糕 我要回家自己開工廠 開工廠 在外面 應該在外面 外面的工廠 就找出來了 沒問題吧 種田不賺錢 很多農畢被賣掉 左林右舍 對面都開啟了工廠 出賣的 出賣的 人家在做衛宜設備 衛宜設備加工廠 現在比較短 現在突然比較短 行李做得好 現在就沒有了 你看中科而已 中科友達 中科友達距離 料明田家不過五分鐘車程 他從十年前 中科三企開發的時候開始 就帶著大家走上街頭 抗議這些大工廠進駐 搶走農業用水又帶來污染 算是地方上的環保大將 但是這些年搶進農地的工廠卻越來越多 這個是正濃的 正濃的造術廠的煙囪 那邊呢 藍色那個也是一個工廠 對啊 它是那個恰宜 恰宜 它是恰宜 遠遠的煙囪不斷地冒著黑煙 天空變成灰灰的 不知道是霧還是空氣污染 料明田說這附近大道上市上櫃公司 小到家庭代工都擋不住了 種的東西很多也都不能吃了 馬路來有多 一年有種工廠 那是不一樣的做法 對吧 因為我們小型的有種工廠 那是不一樣的 違章工廠難拆難管 更難以限制 台中市每年新增達一千五百家 比起合法設廠的業者還多 即使厚禮不算密集地帶 但工廠也越來越多 越長越大 四處散落在天中央 對於這波強建潮 政府並非沒有警覺 他們透過衛星監測 掌握各地的情況 也能要拆除新建的違章工廠 但是對於總是蓋得多 拆得少 主管農地的機關農委會 卻無法可管 這個農地違規 就好像家裡東西失竊一樣 我們農委會就是沒有 連法者都沒有 因為法者都是在土地的管理機關 就是區域計畫法 或者都市計畫法裡面 就是說他們才能法 然後也是地震單位在法 因為政策引導 失控的違章工廠 正從密集區 向邊垂地帶蔓延 後裏只是縮影 當空氣 水源跟土壤都被污染了 剩下來的農地 又要如何在工業的夹封之中 找出一線生機